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英国上议院就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签证修正案进行辩论 探讨将BNO签证移民权利扩展到1997年后出生的香港年轻人 末代港督彭定康发言时指 香港历任特首和很多迫害港人的内奸都有英国或外国护照 很多被迫害的港人反而没有 2020年国安法实施后 英国为港人开放BNO签证移民计划 1997年后出生的年轻人未能合乎申请资格 英国国会议员期待问去年提出BNO签证修正案 建议容许1997年7月1日后出生的香港人 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持有BNO护照 便可以申请BNO签证 修正案获得30名夏议院议员的支持 为未获得英国政府即时接纳 其后BNO签证修正案被搭上上议院 于2月10日进行辩论 彭定康发言时表示 英国政府有必要修补救生艇上的漏洞 很多1997年后出生的 港人无法申请BNO签证移民 其中包括很多争取民主自由而被关押的人 但香港特首本人或其家人都拥有英国 又或者外国护照 每一个都有 彭定康以林郑月娥为例 现任特首有英国护照 僅在做特首时才放弃 她的丈夫有英国护照 她的儿子也有英国护照 我不反对他们享受作为英国公民的各种自由 但不幸而奇怪的是 那些执行迫害的香港内奸 包括香港警队成员 都拥有英国护照 而那些被迫害被关押的人便没有 我认为我们应该解决这种不幸的失衡 她强调目前在香港发生的事 是一场报复式全面的攻击 冲击着香港的一切自由 香港被承诺50年不变的自由 正受到全面攻击 彭定康指出 我们需要明辨对错 认称什么是邪恶 并指正在香港发生的 对一个世界伟大自由城市的摧毁 这是错误的 我们有责任指出这个错误 2月11日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率令代表团到深圳 准备出席2月12日举行的 第二次内地与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专题交流会 代表团包括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范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以及卫生署、食物环境卫生署 及民政事务总署等相关部门代表 而作为特首的林郑月娥 竟然不在名单上 不禁令人怀疑 林郑是否已被架空 连任无望 香港01月10日报道 港府官员将于周末到深圳与内地专家 及相关官员开会 寻求大陆的援助 并商讨在香港兴建港版火神山医院事宜 很多人都以为港府官员会在星期六先出发到深圳 不料香港政府新闻网公布 代表团于11日已出发 奇怪的是 身为香港特首的林郑月娥 今次竟然无随团不上 很多人不禁怀疑 中央是否不满意林郑的工作 用李家超架空林郑 林郑练阴行情继续看淡? 有分析认为 中央需要忠诚 但不需要废物 中央希望香港特首中心的同事 都希望这个特首 懂得拉拢下属官员人心 以便死心塌地地为中共卖命 但以林郑的性格和为人处世 她显然不是中央理想中的人选 这次中央迟迟未公布特首入集名单 外界都有种种猜测 一种说法是阿爷一早决定单马跑出 都明知所谓选举连小孩都不信 于是连气都难得做 到时直接宣布当选就可以 都有一种说法是 习近平现在是招头烂压 根本无瑕顾及香港 反正香港选举只是一个小圈子游戏 一切结果都在习近平掌控之中 等习大大亡源东奥 再来点指冰冰 点到谁就是谁 前香港资深媒体人吴智深就怀疑 中央会不会押后特首选举 到时可以找临时特首 吴智深表示 无论如何 今次尼家超有份不想 林郑要留守香港坐烂板凳 似乎有失重的味道 至于最后林郑可否连任 我们就拭目以待 彭博近日发表题为 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香港压上了所有的文章 直言在全球都在同病毒共存之时 港府却不断收紧防疫政策 导致本港经济遭受重创 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都变得岌岌可危 文章引述专家指 清零无法阻挡Omicron的传播 虽然Omicron传染性高 但都有很多是没有症状感染 在外国已被视为封土病 但港府为了取悦北京 一意推行清零政策 日前信泰评级机构 惠誉下调香港2022年经济展望 认为严格的防疫措施 将对香港经济增长 带来下行压力 因此将香港今年本地生产总值 增长预测由3%下调至1.5% 香港中小企业联合会 永远永育会长刘达邦认为 大多数政府官员都知道清零无可能 但他们都无能为力 因为必须进从北京的政策 他形容说 现在的香港越来越似一座鬼城 在港府严格的清零政策下 旅游业和相关行业 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显示 去年访港类客数量接近于零 而2018年的数字值超过6500万人次 香港大学法学教授 金融专家Darnas Anner表示 香港现在处于最糟糕的情况 和全球联系都团了 虽然目前本港的失业率 已经由2021年2月的7.2%降至3.9% 但新防疫措施将加剧香港企业的负担 特别是零售、旅游和物流行业 美联工商铺的数据显示 去年第三季度 香港四个主要商圈11%的商铺空置 比例高于2019年同期的7% 12月零售额比三年前 反送中运动爆发前的水平低于26% 香港护士协会主席袁志敏表示 清零对于Omicron不太适用 政府应考虑重新评估清零策略 因为只有在病例很少的情况下 这种方法才有效 当每日有超过1000例病例事 这个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他还指 对于Omicron从来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完全清零 而港府却要努力完成这个任务 2月11日 香港股市房地产板块走低 正宏地产股价一度跌超80% 倉下最大跌幅纪录 总市值由160亿港元跌到29.7亿港元 物业管理板块的正宏服务价暴跌超过70% 根据市场投资者透露 暴跌主要受到传民影响 有传民称正宏将不再按此前计划熟回债券 以及正宏或将重组的传民 根据中国房地产信息公司的数据 正宏集团是中国2021年合约销售额排名 第25位的开发商 是中国民企前500强 1998年在福州市创立 随后总部搬迁至上海 并于2018年在香港上市 当年正宏地产销售规模都突飞猛进 正式跨入千亿房企的行列 但在近年传出债务额顶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数月里 一直担心自身的债务偿还能力 因为新房销售进度缓慢 和无法进行再融资 据不完全统计 100家典型房地产开发商 常债高峰期主要集中在3月 4月、6月、7月 还有开发商或爆发债务危机 随着未出售的住房数量快速增加 银行要求房地产开发商偿还贷款 房地产开发商开始停止 向地方政府求买土地 导致地方政府的收入急剧下降 建筑业低迷都将影响水泥 钢筋、玻璃等相关建筑材料的销售 过去15年来 中国每年新建1000万套住房 建议由于人口出生率不断降低 和农村人口不再流向城市 中国城市的人口将开始下降 因此可预见的是房地产市场将持续低迷 一份香港文言的调查结果显示 跟鹿城受访者认为 与病毒供存策略更适合香港 而只有三成人支持动态清零 另有余半人反对多项抗疫措施 包括打齐三针、收紧限聚令至二人 香港文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 认为清零是无优子的 建议政府应该考虑如何减少付出的代价 香港独立媒体报道 今个月7日去到10日期间 香港文言访问了7000名市民 其中57%受访者认为 与病毒供存策略更适合香港 认为动态清零更适合的只有32% 对于调查结果反映市民宁愿愿与病毒供存 钟建华指 由于病毒会不断变种 因此清零是无优子的 还有指 调查显示市民认为政策有帮助 和支持该政策的数字有差距 反映香港人倾向寧愿冒险 都要维持比较正常的生活方式 他建议政府不要只追求和阿爷一致 要做些事令我们有条件 较大程度恢复正常生活 华大基因旗下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毓表示 本港的检测能力已达上限 期望内地可以调派遇千人来港协助检测 将检测量提高至每日300万 但仲建华对措施成效有质疑 即然你不要骗我 福兴经济民主大乱民成员任伟豪认为 政府采取的动态清零策略 在现实实行层面上 是盲目追随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后果必定徒劳无功 他认用 香港就好像一只就快要沉的大船 如果船长要求船员和乘客用手掌 将涌入的海水清零 最后只会令大家根皮力尽 跟随破船沉入海底 同归于尽 倒不如学会与病毒共存 就好像人类懂得和不同 柳幸兵公存几千年一样 事实上 西方很多国家在经历一连串封城 禁足、口罩令等等的措施外 发现根本无法清零 已经怒开竅 决定同病毒共存 只有香港还紧跟大陆政策 一条路走到黑